好 我們來看蘇宇 妳的那個育兒的年資 六年 那也還在前面期 六歲 三歲 時間過得好快 我想當年美少女對不對 有點尖尖 現在已經有六年自己的媽媽了 但是就是也是 遇到滿多問題的 因為像我家的小孩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規則感很嚴重 他們就是 你不能再就是 無意間去創造它的規則感 像我家的孩子就是 他們吃飯 那時候我當初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買了兩個小朋友的碗 那我就覺得 也就想說 弟弟妳就粉紅色的碗 哥哥妳就綠色的碗 但是我一說出這個以後 完了 他們已經定下來了 從此 他只拿 弟弟只拿粉紅色的碗 哥哥只拿綠色的碗 那妳害死弟弟了 不是 不是那個問題 妳這輩子對不對 都喜歡粉紅色 沒有 姐姐也穿粉紅色 妳在那一件 妳在那一件 沒關係 我想說我爸爸就是 給我買粉紅色 那個玩具 不是 但是真的是 就是沒有下意識的 然後像湯匙的話 哥哥是紅色的 弟弟是綠色的 就是都已經 規定好 然後給他們以後 他們就不能被打亂了 因為 假設現場就只有綠色的碗 他只能給哥哥綠色 都是 對 我就是遇過 就是真的是 那天我是帶長輩一起去吃飯 然後就放出來 哥哥是他的碗 但弟弟不是 完了 那一餐他在旁邊 他就不吃 他爆哭 他哭得很像 他只認粉紅色的碗 對 因為他覺得 哥哥你拿的是你的碗 那我的呢 他們兩個就是 對於規則感這東西 他們一定 那還得了 結果吃完飯 好不容易弟弟心情平復了 然後上甜點 只有一碗只有綠豆湯 綠豆湯沒有關係 綠豆湯也沒有那麼綠 OK 沒有關係 他們就是針對碗 而且不只是碗 湯匙 甚至是家裡的座位 有時候在家裡我們吃飯 弟弟坐這裡 哥哥坐這裡 然後有時候客人不知道 客人來我們家 他們就會 平常你坐都沒關係 吃飯時間要到 全部小孩要坐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他的位置被坐 他們就在說 那是我的位置 因為小孩 因為他們現在六歲 跟四歲 三歲 尤其同性 我覺得他們很 關注公平這個東西 所以小的就會認為說 我們在外面 可是哥哥有拿到綠色的 那我的怎麼沒有 對 他們就生怕他們沒有 因為我們家也是同性 也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後來都蠻樣的 後面貼一個貼紙有名字 對 因為我後來也開始 就是 開始 就是打破他們規則感 因為他們 我發現他們有規則的孩子 就是 你給他建立規則 你去打破他 你用任何方法生氣 或者是跟他們說 就是叫他們冷靜 都沒有用 因為這時候他們只會更崩潰 因為他的規則感已經在那邊了 你只能用別的方式 像最後我就跟我兒子說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媽媽長大了 所以你看媽媽在家裡 我坐這個位置也可以 我坐這個位置也可以 因為我長大了 可是你們小時候 是因為你們還小 所以媽媽給你們一個 自己的位置 可是你知道 你現在可以換位置 是因為你長大了 還聽到 我長大所以我可以換位置 他那天就突然 他很開心 他要換位置 我忽然驚覺一件事情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張維忠老師致歉一下 為什麼 真的是好悲哀 你坐到他的位置 他那一天來我們家 然後我們的圓形而餐桌 他就隨意坐了一個位置 然後沒多久 我老婆就接我女兒放學回家 我女兒看到他整個暴怒 你知道嗎 你坐到我的位置了 然後張老師說 不好意思 他就覺得換 那是爸爸的位置 我 那是爸爸的位置 小朋友真的會這樣 小孩會這樣 小朋友換 那個 晚餐結束以後 我老婆罵了我女兒 足足罵了一個多鐘頭 因為怎麼可以對長輩 準備你沒禮貌 然後女兒 女兒陣陣有詞 她不覺得她錯 她覺得說 她覺得她在捍衛你們的位置 那是我的位置 爸爸的位置 媽媽的位置 因為我們就是很自然 很有默契 我們天天都是這樣做的 媽媽一直跟她講說 可是人家是客人 客人最大 女兒聽不懂什麼叫客人最大 對 真的是小孩 也是可愛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些原則跟堅持 我跟你講 小孩現在真的 真的很聰明 我們不怕他們難搞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些伎倆 我們要有一些招數來對付他們 像最近我們家妹妹就被我懲罰 就是放一些學校放假的時候 我說你就是GROUNDED GROUNDED就是我懲罰你 你不可以出去玩 你也不能有朋友來家裡 你也不能看電視 你這幾天就是要在家裡做功課 發呆這樣子 然後她說 她才十歲喔 小四喔 我為什麼要被處罰 我說因為每次鋼琴老師來 你的功課都沒有寫好 我說而且已經講了不止一次 然後有一次 剛才老師兩個禮拜沒有來 我每天問你 妹妹你功課寫了沒有 功課寫了沒有 有有有 我有寫 我有寫 然後還不耐煩這樣子 我說那我相信你 你有寫 我就沒有去檢查 我說然後老師一來翻開書 一翻兩瞪眼 你還是沒有寫完 我說功課是你自己的責任 我說那好 我說你這麼愛玩 我就是讓你痛 就是大家放假 姐姐可以出去玩 你就是要在家裡 她就會想一些伎倆 今天我在工作打電話給我 媽咪 那個誰誰誰 麗菲的媽媽 問我可不可以去她家玩 我跟她說要問你 因為我最近都很乖 我功課昨天做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應該可以出去玩了 她大概以為我忘了 她地圖這個事情 地圖要到禮拜天 那有時候真的會忘 我沒有忘 但是有的時候心會染 有的時候父母我們就是會心染 我說妹妹 我說我知道你昨天做了很多功課 你很乖 但是我有原則 我說因為每一次講的時候 我給你很多機會 你都沒有做到 我說所以這一次 真的就是要懲罰到禮拜天 就是不能出去玩 就是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在哪裡機場 小孩那時候很小 兩個人打 這樣子玩 然後就開始這樣打架 在外面打架 然後在外面打架 就是大怒啊 我怎麼可能忍受 叫他們停也不停 然後這樣 我就把他們拖到廁所 關在裡面 我說你打 打 Continue 我說姐姐你應該打 妹妹打得用力一點 把她打到地上 我說繼續打 推 拉頭髮 推 拉頭髮 摔頭髮 妳這會不會 沒落那個時代在用 從哪裡都要 然後妳就要不打 她就不敢打了 其實我也用 她就不敢打了 然後我說 你們就在外面丟人現眼 就打 打到 妳就好 繼續打 我們飛機也不要做了 就打 然後他們突然笑出來了 沒有 他們就說 媽媽 大人就不打了 沒有 要打架 我們可不可以 要再打架 我說對 在外面不要再打架 我們家我是叫他們打 然後他們就像玉琳哥講的一樣 他們就是 我一約他們叫他們打 他們突然打一打 然後突然笑出來 覺得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然後就是不打了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真的還是要一些方法 我們家 兩個都兒子 但我大兒子他非常非常 他怕蟲的程度是到那種 因為我們家就是 基本上是 就沒有出現過蟲的 我們家裡沒有蟑螂 什麼都沒有 但有一次 我就聽到我兒子 在房間裡 發出那種難高音 真的是很高音那種 我想說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就是怕牠掉下來 或怎麼樣 我手刀衝過去 發現就是 就是那種細細的那種 蟑螂 對 就是基本上看不太見的那種 正常在家裡會出現的蜘蛛 然後我想說 這小孩怎麼會這樣 而且牠是嚴重到 牠當下就叫我抓那隻蜘蛛 但是因為我來不及 抓那隻蜘蛛以後 後來隔天是因為我跟爸爸 我跟爸爸就先說好 說我們假裝在牠去上學的時候 說我們已經把那隻蜘蛛給用掉了 然後後來就覺得不行 牠這樣太怕昆蟲 又加上我們家其實很愛露營 怕牠露營的時候到處都是蟲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帶牠去 上那個昆蟲課 我想說昆蟲的老師 就帶了很多昆蟲 妳是以毒攻毒 對 我就讓牠直接去上昆蟲課 因為昆蟲課的蟲比較漂亮 可能會有一些顏色 也比較安全 然後老師 對 老師的話一定帶安全的 但是其實媽媽自己要克服自己的恐懼 因為我自己超怕的 然後所以去到那裡的時候 妳自己怕蟲 妳兒子不能怕蟲 對 我就覺得是小男生 你在那邊尖叫 對 然後我就 那一天我帶牠去上昆蟲課的時候 我自己嚇著辦事 我一進去我就這樣 但我會這樣 好可愛 我超害怕的 我就全心疑疑疑疑 但是我不能讓牠看到我的恐懼 然後就說好可愛 但我跟你講真的有用 我兒子那一天就開始從很遠的 然後慢慢靠近 然後老師就慢慢把那隻昆蟲 放牠身上 然後牠就接受了 那一天離開教室的時候 牠覺得牠超驕傲 因為牠全身爬滿昆蟲 你看 這裡有 1 2 3 4 全身都爬滿昆蟲 然後牠那一天開始 牠真的就是突然覺得 原來昆蟲是 可以跟牠這麼親近的 可以這樣玩 對 從那一次開始 我真的覺得有用 因為我後來帶牠去露營 牠是會自己跑去 然後抓昆蟲回來 然後觀察很久 然後再把它放走 以毒攻毒是一個好方法 對